嗨 大家好 这集的Toy Talk呢 有点不同 这次的话 我会把2月份 我所看到的玩具介绍给你们 但是 我不会像之前这样 有很多的 further elaboration 这次的Toy Talk呢 会是比较一个 straightforward 的一集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started 我开始就是start with 我比较有follow的Nandroid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Nandroid Zero Two 不是这个Zero Two 这个Nandroid比较吸引人的 会是有满多的accessories 还有脸部的本质属于可爱的 Is Date 会是在2022年的9月 现在又放去最近很红的Nandroid Ranking of King 我觉得这个的话 卖点会比较普通啦 就是比较日式还原 anime里面的表情跟动作 它的release date 会是在今年的2022年11月 接下来就是Nandroid Mode 就是比较 这是只有脸部的表情 比较值得一提的表情 比较值得一提的表情会是 Gill 还有Vendor Buu的血 那Shinno Buu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 release date 会是今年2022年的6月 那我讲到Nandroid Demon Slayer 下一个就是打脸啊 打脸 还有前一个video讲 我upload video后的几天 我们Nandroid Soundfiller的消息马上公布 但是目前release date 还没有公布 也只有一张图啦 但是当然一定的 强够 Let's 我们来到我们的Cranium Bandai 也是我很关注的Caman Rider Demons Demons 这个是我们影剧情的护咒 它现在也是一个算红的角色 外一点我觉得会是 它有点metallic的color 刚来的Demons本身就是一个LED仔 所以我会比较起来看到它 它会在比较暗的话 暗的地方会有一点爆点 release date 的话 会是今年2022年的7月 下一个也是我们的Caman Rider 就是Genius Form Caman Rider Build 那一点的话 Build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热门的角色 所以它出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的抢购啦 这次的话也是有它的Hazard Trigger 所以我忘记要名叫什么 就是Hazard Trigger 我的release date 也是在2022年的7月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一定会讲的 就是我们的Nichtering Sword 就是我们的San Peter的Nichtering Sword 目前以照片来讲 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 有点感觉很像是两个很大的Campon 这样子 orange的部分有点亮度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卖点 说到武器 我们的Lego也是有出武器咯 就是我们的Tor Hammer OK 总共是979片 然后是在Hammer里面也有一些内构 可以放那个这个啦 Finty Stone 黑canet 还有这个是 忘记了 接下来 Tada Luna Illustration release date 会是明年的1月 OK 为什么这个会吸引到我 就是这个是完全是我的菜了 短髮 大眼 我最喜欢长髮的奶奶肉 嗯 嗯 然后它的 它的 而且它的 Figuring 的Figure也是很 它的Cutting也是很漂亮 就是完全一个吸引人的 一个Collection Tor Hammer OK 这个今天就是我们2月的 What's Up February Toy Talk 所以3月应该也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下次见